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12月1日 新英伦革命旺盛纽约城 周三早上 美国职业大联盟季后赛准决赛上演 届时新英伦革命将坐镇逐场与纽约城展开较量 纽约城过去四次与新英伦革命交手战绩不占优 只得一胜三负 再加上常规赛时做客表现一般 纽约城此行不宜高估 新英伦革命经济表现令人大吃一惊 上季仅仅取得东岸第八的他们经济进步明显 最终以22胜7和5负的战绩收官 战绩向澳拳联盟 拥有强大的攻击力是他们能取得如此大进步的原因 拳绩下来共攻入65球 军场入球数高达1.91球 虽然防守表现要逊色些许 但他们总能用入球数来弥补防守欠缺的差距 阿当布斯卡和基宝奥是新英伦革命风险的一仗 前者常规赛攻入16球 后者攻入15球 在球队总入球数的占比将近5成 另外 由乌多德分区冠军 新英伦革命此前一圈轮空 直接进入准决赛 以一代劳的他们金铺建制决赛资格 纽约城经济常规赛收官阶段 阿卡伦斯的剑攻2比0取胜 轻松晋级 论近期表现 他们似乎要比新英伦革命还要出色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纽约城此前4次与新英伦革命交手所交出的成绩单 并不能令人满意 战绩只得一胜三负 其中就包括常规赛克场1比2负新英伦革命1亿 再者 新英伦革命是本赛季美直连常规赛主场战季最好的球队 胜率高达70.59% 反观纽约城做客胜率指的23.53% 有鉴于此 纽约城金账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后卫天拿浩姆和中场K伯克斯等人商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